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的 幼稚爱的WG与Toyuan的受访内容 感动了很多粉丝们 我们马上来看看 首先是WG的受访内容 Toyuan姐姐虽然看起来非常强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心肠很软 因为我们之间关系非常亲近 所以只有我们能看到那一面 姐姐总是不会给别人看到那一面 然后是Toyuan接受杂志采访的内容 我平常几乎是不会流泪 但是有一次跟成员们听到这些话后 有流泪过 Toyuan,发生什么事的话 要先跟我们说 我们一定会站在你那一边 如果有人问我们 这是Toyuan做的吗 我们不会说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会说是我们大家的意见 所以不要一个人承担太多 就当成是我们大家的意见 都跟你一样吧 幼稚爱的团魂真的很好 能看出来成员们是有多珍惜Toyuan 而让我流泪 想要一个人承担的队长 想要分担队长负担的成员们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爱你们的理由 Toyuan真的是一位好队长 希望幼稚爱的这次的专辑能 大发 下个消息是 昨天 捧摊虽然难的乌克兰粉丝们 上传的一张照片 让很多人都心碎了 在捧摊乌克兰粉丝们 经营的Twitter账号 昨天上传了一张照片 这是乌克兰粉丝们 为了庆祝2月18号 Toyuan的生日 包下的地铁广告 但是现在能看到 Toyuan的广告看板前面 有很多人带着行李在避难 乌克兰的粉丝们在Twitter留言 我们为了Toyuan在地铁做的期化 真的很难过看到人们 现在为了生存来到这里 而且还在笑 我们哭了 而且无法相信在乌克兰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战争是一场噩梦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才在一个礼拜之前 看到乌克兰的阿米们 为了庆祝捷乌克兰生日 一起跳Chikindu的影片 突然发生这种事情 真的很想哭 为了乌克兰祈祷 心如刀割一样 才一个礼拜怎么救 希望不要再有伤害 能够找回和平 不要失去希望 这个照片真的很悲伤 希望大家都能没事 因为名字是Toyuan 所以有人就把Toyuan的照片 当成护身符带着避难 今天Hope这个字 真的让人很催泪 看这张照片的话 真的很心疼 希望乌克兰人们都能安全 也希望能有奇迹发生